美国史丹福大学奠基博士 前台大校长黎思辰教授 耗费25年心血 投入手指试字 念力等特异功能的科学实证研究 最终证实了人体不仅有特异功能 如天目等是真实不虚的 也意外地发现灵界 佛、神、耶稣等的存在 可是黎思辰的手指试字试验的惊人结论 却触动了一些唯物的学术人士 因此起而要纠正李思辰所谓的迷信外风 1999年8月26日下午2点半 来自台大、清大以及中研院的物理系教授 心理系教授一行十多人 浩浩荡荡走进了台大电机二馆142号会议室 作为一位心理学家的唐大伦副教授谈言 他一开始就是用想要去拆穿 骗局的那种心态去参加实验的 希望把李思辰从怪力乱神的迷信中拯救出来 实验的方法非常简单 任何在场的人都可以随意在纸张上写下一个字 然后将纸张折起来放入一个森色袋子中 只让受册者用手指速摸 进而堵出答案 受册者是一名17岁的台日混血少女高桥武 她被安装了一套特殊的仪器 其中包括左右手各一个电极 将她手部的电压变化记录下来 这些电极连接到一个被称为卷条线图记录器的装置上 上面的纸张会不断滚动 记录下她双手的电压变化 当电压发生变化时 表示高桥武的天眼即将开启 根据他们的观察 当电压变化持续两秒钟时 高桥武的天眼就会完全开启 怎么可能有人不透过眼睛就可以看到 纸团里面的纸呢 在高桥武说出自己的答案后 研究人员把铝波纸打开 答案完全正确 并且再连续几次测试都成功了 现场议论纷纷 这已经不是胡乱瞎猜或几虑的问题了 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 虽然如此 唐大伦还是感到难以置信 他怀疑时间可能存在与受试者传通的可能性 为了验证这一点 唐大伦提出了另一个实验 纸张上不再有文字 而是画上不同的颜色 纸团包得很厚 上面再签个名 要猜的不是形状 而是颜色 我们都知道颜色这件事 是 是 对 没办法用说 而且是主观的经验 即使是正常人 你要猜对百分之一都很难 万分之一都很难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高乔武在这个实验中 竟然能够正确猜测出六七成的颜色 仅有少数答案有些偏差 这代表他所获得的一些讯息 不是通过神经系统进来 而是超越了传统的感官方式 这对唐大伦来说 无疑是一个学识和文化上的巨大冲击 然而 最令人惊奇的事情 发生在实验的最后阶段 一位物理学教授写下了另一个字 并放入纸张中 这一次 高乔武看到的竟然不是文字 这个字比较末雜 你看到什么 你只要支持我 有一个人的虾 当纸张被打开时 大家震惊地发现 里面是一个佛字 这是第一次发现佛字 能够产生异象的现象 这令全场观众都感到惊讶 包括李四成教授在内 在这之前 李四成已经和高乔武做了七年实验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结果 一个无心的尝试 竟然意外打开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 连李四成自己都无法压抑兴奋的心情 试了各式各样的方法 竟然没有想过要试这些宗教的神的主意 完全没有想过这个念头 所以第一个佛字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 包含物理学会 这些教授也看到了 我心里面说安安的啊 说哎呀还好 本来人家已经不相信 那个时候如果再搞这种 那更是最佳一等 现在不是 是物理学会他们给的 看到 由于佛字能够产生亮光亮燃这种神奇现象 让大家感到震惊和大惑不解 为了找出原因 于是李教授决定 实验从第二天开始 把所有样本换成与宗教有关的智慧 看看会不会出现更有趣的现象 在8月27日就做了六次实验 第一个实验结果是 高乔武在几分钟内 画出了一排奇怪的符号 打开样本一对完全正确 原来是藏文 而在第二次实验又出现异象 在10点40时又出现了异象 他看着很亮的一幕 还有笑声 有人很高兴在哈哈哈哈大笑 亮着没有声音 就一片亮光 然后是笑声 看不到字 我们打开一看又是这个字 所以有了这个字以后 我们就开始知道 科学是要能重复的 这是可以被重复的 一碰到这个字就出现异象 看不到那个字了 看到另外不同的东西 而接下来的第三次实验 他五分钟就写出了 1等于mc平方 完全正确 表示这个公式不是神圣自会 下午呢 继续做 你看他画了一条鱼 基本上是对的 你画什么 他就把你看到什么 到了第五次实验 高乔很快就看见一片亮光 接着出现了惊人的一幕 突然高乔五抬头 看了看前方三公尺外 大清雾影系的曾教授说 有一个亮人站在你身旁 手攀在你的肩膀上 接着他又看看 站在信号记录器旁边的李教授说 那个亮人跑到你和陈教授中间 低头在看记录器 而且一直在笑 大家听后心里又是一阵震惊 赶快打开样本一看 又是佛字果然神圣智慧必引发出异象 接着是第六次实验 在场道物理学家怀疑测试者有偷看之嫌 于是亲自画了一个很多圈的非满图 这种图案 就算用看一下 也无法数出到底有几个圈 然而在实验时 高乔五在很短时间内就画了出来 打开样本一看 九个圈一个都不差 让那个物理学家惊讶不已 李教授也深感困惑 因为他知道 高乔五天年只能开两秒钟 一闪而逝 怎么来得及数清楚到底有几个圈 便问高乔 你真的有数吗 他回答说 我没有数 但有个声音告诉我是九个 这个声音就是在灵界照顾他多年的师父 看到人间有人要欺负他 便暗中帮了他一下 第三天8月28号又看到异象 什么异象呢 看到粉红色的花 看到有个莲花 有个人站在花上 有点像女生穿白衣 像是观音菩萨 这个也产生了异象 接下来又产生了异象 很亮的 结果出现了佛教的万字 佛学的画 阿弥陀佛 也是一样一片亮光 钥匙佛 一片亮光还闻到中药的味道 药味也出来了 那我把这个字拿掉 变成钥匙 先看了诗 再看了药 然后 钥匙两个字都出来 没有任何异象 异勒佛 一片亮光 整体都是关键智慧 我把它叫深深智智慧 耶稣 一个亮的十字架 巨大的亮的十字架 里面全部是亮光 耶稣 基督教 基督教的首页 我现在知道 是个亮光 接下来 李教授也测试 其他含有佛字的智慧 其实验结果显示 当用佛光实验 只看到光字 用佛山实验 只看到山字 都看不到佛字 用比佛利山庄实验 只看到比利山庄 也看不到佛字 用佛米吉实验 看到黑色的米字 左边出现亮亮的 用爱佛勒斯风实验 看到黑色的勒字 及丝字 然后一片亮亮的 现在已经知道佛字 是有能量的 那么把佛字改变了 又怎样呢 比如删掉一笔 破坏不守 将字与片膛分开 或加一撇改变佛字 结果所有的异象 全都消失了 看到的只是被破坏后的字而已 除了高桥五外 王小妹妹与陈小弟弟 也参与了测试 王小妹妹在测试佛字 结果时 也出现了异象 她看到了 已经寺庙的大门口 站了一个人 而陈小弟弟 在看佛字时 看到一位和尚 穿着黑夹克走出来 队里的白衣上 写了一个佛字 好 有人就说了 这些小朋友 可能对这些很崇敬 所以这个字一进去 它在解条的时候 产生崇敬之心 所以产生了幻象 幻觉 那完全是幻觉 跟外面的世界是没有关系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 到底是外面有个世界 叫信息场 还是它哪个幻觉 我们来做实验 来去除一下 这是秘中的世界 秘中的高僧 莲花生 马哈嘎拉 二倍黑袍金刚 莲花生大士 龙树 龙树菩萨 全部都是秘中的高僧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发现 怎么没有异象 秘中为什么不让他去看网站 搞不清楚 后来才想到 秘中是西藏人 是藏人 他不懂汉文 他用藏文 这是关键 我们去懂藏文的 写出了马哈嘎拉 有亮的荧幕 亮光出现了 异象出现了 他认得了 联网了 认得了 联网了 所以我就把这几个字剪掉 不是对马哈嘎拉不尽 然后做科学研究 我把它剪掉 他就一笔一画 一笔一画把它描出来 你把那王子破了以后 他不再是王子了 他就变成普通的东西 莲花生大士 用藏文 看不到 从来看不到 亮了 亮了一小罐 亮了一小罐 闪亮了 基本上看不到 都是王子 对的王子 这是西伯拉网 摩西要出埃及的时候 在山上 他跟上帝对谈 他最后问上帝 你是谁 上帝的回答 用西伯拉网的回答 用英文来讲 Am that I am I'm God 对摩西的回答 亮 非常亮的亮光 全部是亮光 亮光 亮光 小朋友认不认得这个西伯拉网 他们不认得 不认得 有这些实验很明确的证明 功能人认不认识 神圣智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只要用神圣智慧 就可以让天眼 点上神圣的网站 这表示 意象并不是大脑的幻觉 而是有另外一个 网络的世界存在 一个充满了信息的网站 这就是灵界 既然神灵在灵界都有网站 而且我们也能通过 神圣智慧 看到他们的首页 但是 每次看到首页的亮光 亮人 看多了也没有意思 不如我们进去看看 里面的内容 不是更有趣吗 于是 教授请高桥五去看 耶稣 Sam 这个应该是代表 天堂首页的王子 结果 他先看到很大的十字架 后面很亮 看起来像个大门 但是 他走不进去 这时 李教授想到 基督教徒 时常说的 阿门这句话 于是便请高桥说 阿门 结果他也说 阿门 所有亮光十字架都消失了 原来阿门是与上帝沟通完毕的结束语 后来有基督教徒建议要说 哈里路亚 再没主 结果高桥五来到十字架大门前 念了哈里路亚 还是进不去 摸索两年后 李教授才知道 要去神灵的网站 事先要请问 或预约 等对方同意了 才能进入参观的 起先呢 天堂都不准我们进去 都挡住 后来我们知道了 进人家家一定要先打招呼 其实有点问 我可以进去吗 我可以进入Heaven吗 我可以进入天堂吗 你只要讲了 你问了 他就会让你进去 他看到一个道路 全部是一堆人 全部是亮的 very calm very peaceful 猜想是天使了 他看到一个景 全部都亮的路 上面都是天使 然后整个景色就越来越远 越来越小说 只让他看了一景 之后 他们又用观音 要是佛 这个字测试了一次 光能者的天眼 一下就连上了 他看到了 有五个一排组成的亮圈 一排一排的往下方延伸 他心想 我可以进去看吗 这时出现了一个 比平常人五六倍大的亮人 应该就是要是佛吧 他问 你想看哪一个 功能者选择第八个后 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片 金光闪闪的植物园 他又问 能不能看看第六个药圆 要是佛回答 最后一个 不能再看了 说完 手指指向另一片植物园 这片植物园中 柔曼腾一样的植物 由上往下垂 软软的 半透明 随着风飘荡 尖端还会发光 非常美好 功能者又问 可否不摸字条 就进去看那些美好的景象 要是佛回答 可以 但我不一定在 最后 功能者问了 要是佛 第六和第八个药圆的名称 要是佛回答说 说了 你们也不知道 不说 第二次 他们又再次参观了 要是佛的药圆 功能者看到一团光 向他冲过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 排成五个 各一排 这次他要求看 第一个和第三个药圆 但画面一闪而过 没有看到任何景象 他便要求再看一次 这次从第一个亮点中 出现了一片绿色的蕨类植物 它们有左右两个圈 圆圈的形状是 又大作小 一排一排的 整齐排列着 还有一次 功能者再次访问了 要是佛的网站 这一次 他们还参观了药店 功能者进入网站时 首先看到光亮 然后问要是佛 可以看第六排 或第七排的药圆吗 要是佛肯定后 功能者接着问 可以采药吗 要是佛说还不行 这时功能者提问 可以看药店吗 要是佛回答 可以啊 于是 要是佛带着土地和功能者来到了药店 四处金光闪闪 摆满了药柜和药瓶 都是信息药 功能者问 可以拿药吗 要是佛回答 你们现在不需要 功能者说 陈教授生病了 需要药 要是佛回答 这一科你拿拿看 遗憾的是 功能者尝试几次都拿不到 只好罢了 不止这样 他们还在参观 要是佛网站时 遇见了其他灵体 他在进入要是佛网站后 在一堆亮的植物中 发现了一个没有发光的人 他正在采集植物 很瘦 带着斗笠 功能者问他 你住哪里 没有得到答案 他在问 你为何来采药 那人就摸了摸肚子 表示肚子不舒服 没想到 就在他刚想继续提问时 荧幕闪了一下 功能者竟被贴出了药源 不知道是不是问太多问题 引起那人的不愉快 功能者试了几次都进不去 只好结束了实验 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通常都是随机抽出一个样本进入 因此没有人知道去访问的是哪一个审明的网站 而在2004年12月24日时 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意外 功能者进入后 看到了一团人影 像是看门人 接着他听到声音用英语在问 哪一个 李教授马上猜测 是临到了药社佛网站 因为好像只有药社佛网站 才有很多要员 功能者回答 第一个 没想到那人竟然摇头 表示不行 那就随便一个吧 那人又说 必须要选择一个才行 教授在旁边就建议 第十个吧 这时 那人说 不是这样的 必须给一个名字 这在之前的实验中 是没有发生过的 功能者就说 不知道 随便给他看一个好了 然后就听到回应说 好吧 就一点点吧 然后一条亮亮的水流 出现在功能者面前 岸边白白雾雾的 功能者问 只有这样吗 听到回答说 有非常多 但是今天就只能看这些 实验一结束 教授马上打开样本看 打吃一惊 原来这不是要奢佛 而是天堂 我们都知道 天堂中有一个庭院 叫伊甸园 于是他们在下一次的实验中 直接写上 耶稣 我可以进入伊甸园吗 这一次十分顺利 一次就进入了伊甸园 功能者看到下半部 整片很亮 还有非常漂亮的蓝绿混合色彩 上半部是淡金黄色 整个景象非常漂亮 除了天堂 他们也尝试进入了佛的国度 为了不冒昧突然闯入 纸条上除了阿弥陀佛 还写了预约见佛国 得到的回答是明天 第二天 他们预约见佛国 眼前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亮人 头后方有一圈光环 能力者就跪在他面前 身体还不及亮人的脚趾头高 接着一片金光射出 四周变成一片金色的世界 非常殊胜 他们也有进入观音菩萨的网站 那是一个莲花的世界 到处都布满莲花 他看见一个又瘦又高 身穿白衣的人戴着他 穿越满满莲花的莲花池 走到岸边 接着观音就飘升到莲花上打坐 就像我们常看到的观音做莲图一样 庄严非凡 值得一提的是 繁体字的观音能让人看到一片亮光 看不到文字 但改成简体字后 亮度不仅大幅减弱 还看到字 显然 神灵的世界是一个善良纯正的世界 与讯息场的沟通 也必须是正心诚意的正面 以及原文或传统文字 据透露 手指式字其实是天目的一种表现 不是因为手指出摸到了字 而认字 不仅手指 人体有很多部位 也可以通过天目看东西 因为它们是互通的 而李教授也发现 功能人的能力强弱 与其天眼所能看到的异象 也有很大的差异 比如说中国孙楚林女士的功能相当强 他看佛字是万道金光 看到佛山是金银剔透的琉璃山 这就像电脑的浏览器 它的功能的强弱 直接影响他联通讯息的强弱 李教授也做过无数次 在纸条上写上问题 然后让功能人请教神灵的实验 比如不同宗教所讲的最高层次世界 是一样的吗 得到的回答是 我不想比较 当问到地球人类何时 可以和外星文明接触时 回答是 不是已经有了 再问现在的外星文明中 距地球最近的是在哪一个星座 回答是 到处都是 而且还带功能人 去看其中一个外星人的世界 提跳节在一个礼拜之后 一种打坐的时候 他说师父来带他看了两次 到了某一个星球 所以这是他的描述 两个眼睛 两个鼻孔面鼻子 一个嘴巴 两个耳朵 双手双脚 手指只有三根手指 狮子头是非常巨大的 像一梯 由于李教授所做的实验太多 无法一一的介绍 不过 他的实验因此给人们 打开临界大门的一个方法 也证明了 举头三尺又声明到 这个鼓讯是真实不虚的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对我们的影片内容感兴趣 可以分享出去 并按下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那样影片更新时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啦